童景是一个沉迷二四元世界,不修蝙蝠,社交困难的宅男,但这样一个处在校园生活底层的宅男怪咖,却被长相甜美,受人欢迎的武士兰告白了。 童景和武士兰的相遇源自于一场校园欺凌,童景被笑拔三师逼着去顶罪,由此结识了一己设法的武士兰。 社交恐惧症的童景对漂亮又爱开玩笑的武士兰毫无办法,冲着武士兰大吼一通,武士兰道歉后只好善善离去。 童景的好友依东建议他赶快道歉以了结此事,童景只好放学后一路尾随武士兰,始终却没有说出口。 途中,武士兰被误会偷书,童景反而帮他结了围。 不知是否被童景感动,第二天,武士兰向童景提出了交往的请求。 为了获取武士兰的原谅,童景答应了他,但童景始终认为武士兰不过是在耍他玩。 两人开始了恋爱,一起上学约会,护送礼物。 童景甚至找来了什叶同学作为恋爱顾问,向他讨教如何谈一场三次元恋爱。 可没想到,武士兰对童景的二次元世界毫不嫌弃,这让童景很受鼓舞。 童景意外发现,武士兰和他的一生见缘走得很近,这让童景的刚刚燃起的恋爱之火再次熄灭。 此时,童景遇到了高一的学妹林沪,两人都是动漫宅,有着相同的爱好。 横插一杠的林沪使得两人的关系再次降入冰点,正当童景下定决心和武士兰分开,笑霸三师再次找茬。 武士兰给童景出气,揍了三师一通,两人又奇迹般的和好了。 时叶为了改善两人的关系,策划了一次户外活动。 学妹林沪,童景的二次元好友伊东和童景三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林沪喜欢童景,而伊东则对动漫侃侃而谈的林沪颇有好感。 最后,伊东牺牲了自己,帮助林沪向童景告白。 而童景的心房早已被武士兰填满,她匆匆向林沪道歉后,急忙跑去找武士兰解释清楚。 两人一番互诉中场后,童景拿出了为武士兰准备的礼物,是一个以武士兰为原型的魔法少女手办,却在奔跑过程中把魔法手杖折断了。 可好景不长,一记霹雳搭在童景头上,武士兰提出要分手。 原来,武士兰由于患病要做开炉手术,很有可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 武士兰不死而别了,五年后,童景还是那个呆呆的爱看动漫的死宅,不过她身边没有那个挽着她的手臂笑笑跳跳的漂亮女孩了。 武士兰对童景来说就像一场长达半年的美梦。 童景在两人高中时期经常约会的地方,再次见到了武士兰,可武士兰却丝毫不记得她是谁。 五年里,武士兰在手术后就失忆了,而之后,一直陪伴在武士兰身旁的建渊医生也快和她结婚了。 建渊医生对童景的出现十分恼怒,她警告童景不要试图帮武士兰揭开之前的记忆,这样只会让她徒增烦恼。 童景听从她的意见,安静地守护着武士兰。 童景的高中好友们却为童景打抱不平,他们出席武士兰和建渊医生的婚礼,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后送上了贺礼。 婚礼上,武士兰忍不住打开礼物,发现她正是自己魔法少女手办上缺失的魔法手杖。 在那一瞬间,武士兰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她滴溜着婚纱长长的裙摆,朝着门外的童景奔去。 在万圣节灯火透明的街头,穿着婚纱的武士兰和童景相拥在一起,像魔法少女使了魔法一样,他们有了动漫里的美好结局。